当初是为了申请艺术治疗 开始当小朋友的画画老师 认识民主教育 也开始实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画画课 来到英国成为中文保姆的职业生涯 蛮出乎意料的顺利 也让我有机会重新看待教育者和家长之间的关系 才发现我以前在做的 其实一直都不只是小朋友的美术课 而是家长的心灵群组 去年开始念模特索里才发现 这几年来追求的是比较一个被动的角色 比较隐形的存在 打造一个安全的地方 让小孩可以自由自在的独立发展 透过观察和经验 只在适当时机给予最必要的支持 那会是我想要成为的专业